好 Kabel Lab的 你要真想学好 这个权威指南存头到尾 一字不差的看一遍 存头到尾一字不差的看一遍 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他讲VIP协议 因为Kabel Lab的依赖VIP协议 来做这个VIP的切换 然后第二个他讲Kabel Lab的设计与实现 包括他的安装配置都会讲到 然后第三个就讲这个应用实力 你使用Kabel Lab的怎么做HA 要使用Kabel Lab的做FOS 三个章节 好 你看明白了Kabel Lab的怎么问都 我给你问不到 怎么问都问不到 好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Kabel Lab的这个 核心的概念 第一个VIP 那么 你又不用看那个FSC FSC的文档了 你就直接看这个 他这个解释的挺好的 这个解释的挺好的 你在现实的网络中 你俩才注意通信 那么你需要做路由选择 对吧 你是不是要做路由选择 那么有两种买法 第一种动态路由 咱们大家可能有学过的 动态路由算法 还有一个静态路由 对吧 什么静态路由 IP ROLI 这就是静态路由 好 那么很显然 你在主机上配置动态路由 肯定是不太现实的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如果你负载运航 这么 那么如果你怎么解决这个路由的单点故障问题呢 对吧 比如说你有一个网关 这个网关挂了 你肯定反应不了了 你怎么解决单点故障问题呢 就VIP 通过一种竞选协议来将动态的将路由任务交给难中的虚拟路由器的母胎 VIP路由器的管理 好绕是吧 你们要第一次能听懂 我除了说一个佩服 没别的话 我第一次看这句话 我没看懂 那么你就要怎么来看了 你要先理解他这里边的几个角色的名词 第一个 VIP路由器 你要先理解什么叫做VIP路由器 VIP路由器就是一台路由器 VIP路由器就是一台路由器 只不过是上面运行了VIP这样的程序来实现VIP协议 什么意思呢 我们跑这个Keyboard Lab的 这就是一个VIP的路由器 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运行Keyboard Lab的这台机器 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VIP路由器 它只是因为它实现了VIP协议 懂我的意思了吧 现在我们知道什么叫VIP路由器了 就是这个Keyboard Lab的 我们现在就这么来理解 好 好 再来看这个什么叫虚拟路由器 所谓的虚拟就是说 它不是实际上存在的 它不实际上存在 它是一个虚拟的 就像我们说这个VIP 这个虚拟这个VIP 这个VIP就是一个虚拟路由 这个VIP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虚拟路由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虚拟路由 好 咱就再来看这个 动态的将路由任务 任务交给LAN中的虚拟路由器的 母台VIP路由器 就你这个VIP 你可能在某一个 Keyboard Lab之上 先这么理解 先这么理解 可能不完全对 但是咱们一步一步的来理解 好 然后我们都知道 Keyboard Lab的有两个角色 一个是Master 一个是Backup 对吧 好 在一个VIP的虚拟路由器中 有多台物理的VIP路由器 就像我们一个Must的Backup 对吧 然后呢 不能同时工作 不能同时工作 同时有一台称之为Master 的负责多余工作 就是说 谁是Master 那个VIP在谁呢 他负责工作 其他的都是Backup 你可以不只是两 你可以三个 反正总之只有一台能工作 对吧 Master不是一成不变的 VIP协议会让每个VIP路由器 参与竞选 就是这两个Keyboard 他他会选 获胜的是Master 获胜的Master 所以说 等下我们配置的时候 我们会配置两个不同的一个ID 一个数字大 一个数字小 就是因为这样 我让另外一个去获胜 那么获胜之后呢 他就会拥有这个虚拟路由器的IP地址 就我们那个VIP 谁是赢了 这个VIP就是就在谁那里 这么一说 你就明白了 两Keyboard 然后有一个VIP 你先不要理解那虚拟路由 然后他俩去进行竞选竞选 谁是谁赢了 那么这个VIP就在谁那里 好 没问题了吧 好 最后一句话 特别的重要 拥有特权的Master 负责 转发 发送给网关地址的包和响应 VIP请求 只有这个Master 能响应 你这个 因为VIP在我这了吗 对吧 你访问VIP 那就是访问我 这个Backup 你是不知道有一个Backup的存在的 你是不知道的 对吧 只有VIP 你自己知道 只有VIP自己知道 好 这个 就是说 你第一章 你要理解一个Master 一个Backup 然后他们通过竞选来产生的 谁赢了 这个VIP在谁呢 工作机制 刚说了他们通过竞选来产生的 现在就是说 他们俩怎么竞选 什么第二个问题 怎么竞选 所以这个文章写得很好 循序渐进了 怎么竞选 通过 IP多拨的方式 通过多拨的方式 这个地址 来进行 进行这个 发送 IP 多拨 然后呢 虚拟路由器 由VID和一组 IP地址组成 当然你可以 多个VIP嘛 对不对 对外表现为一个周知的麦克地址 麦克地址是这样的 后面这个是你的VRID VRID 等一下你需要去有一个VRID 好 看这个 这个就是面试题 在一个虚拟路由器中 只有作为Master的VIP路由器 会一直的发送 VIP广告包 Backup 不会去抢占Must 当Must不可用时 Backup收不到广告 广告包的时候 他们就会进行竞选 什么意思呢 Backup是监听的 Must会给Backup发心跳 我们老是那个心跳 心跳 这两个之间发心跳 你得搞明白谁谁谁发 我们老是弄一个箭头 这样 好像 他那个双样箭头 你好像感觉两个互相发似的 对不对 那么对KVL的不是的 是Must给Backup发 Backup就听着 Hello Hello 突然间 没有收到这个Hello 我就认为Must挂了 然后呢 剩下的Backup 好 我们开始来竞选 如果你只有俩机器 那就不用选 Backup就是Must 对不对 他这个抢占速度也很快 小于一秒 小密一秒 而且他这个包 是用加密协议进行加密的 所以说 你基本上你是 看不到 看不到这个 什么的 什么 电脑 脑裂 脑裂 很少 我觉得很少 大家说不到 他就提上为Must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Must和 这个可能 老是脑裂 我工作八年 我也没遇到过 怎么可能 那么前面 有交换机两端口 一个插Must 一个插ByHub 刚好 这个 这个Must和ByHub 之间通信有问题 怎么可能呢 你这个几率 对不对 这个几率简直是 一般是你做 你搞个ipt boss 怎么怎么着 他把那个进了 一般你这种纯物理的 我工作八年 我都没遇到过一次 真的 我们的复代军航 有的都跑三四年 最长过三年 都没有遇到过脑裂 只有遇到我 你还别说 真遇到过 对 遇到过 遇到过 遇到过怎么着 那些斯盖了 脑裂了 怎么个意思呢 他那个 那些斯盖了 有故障 然后另外一台 并没有去抢战 但这也是硬件 硬件 KVL的 我还真没遇到过脑裂 KVL的 我是没遇到过脑裂的 因为你想 什么情况下会脑裂 就是说 backup收不到 must的包 那么他收不到 must肯定是 挂了 什么情况下 must没挂 然后backup 收不到must的包 心跳 我那根线段 心跳 人家检测不到 就是说 must和backup 他们两个 直接不通了 心跳线管 不通了 对不对 好问题来了 must和backup不通了 就算脑裂了 也不会影响 因为backup和must不通了 你们访问的 都是must嘛 你backup 在另外一个机房吗 心跳线要是单独的呢 因为我见过 单独房 可以是单独的嘛 他那种就会出问题了 对 你说的这个对 可以是单独的 嗯 因为我当时 想他们那个 布两条 新条线的同时 对 这都是方式嘛 你要保证说 尽量不出现这种情况 对吧 更建议的是 你直接用串口 两台机器连起来 这样玩意的 对吧 总比网络要靠谱吧 对 就是 线直接插的 对吧 你就串口 拧上 螺丝拧紧 这边拧上 螺丝拧紧 哎呀 这个你还要脑裂 这个东西 这真的是人做的吗 对不对 对 脑裂 那你说这种脑裂 怎么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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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裁 你要引入中裁设备 你像最早我们学红帽 那条系统 那就是中裁服务器 包括猫狗DB也有 我们又说 你们要是不懂的中裁 你们都不懂猫狗DB 猫狗DB也有个中裁 它一个Must 一个SLEW 对吧 然后它有个中裁节点 什么时候这个Must 中裁节点说了算 就像这个 我们自己切 你会觉得可能会脑裂 你可以引入一个中裁节点 中裁节点干什么呢 中裁节点是这样的 如果Must 如果 呃 Baddao抢占的时候 这个中裁节点 可以去把这个Must 去给它关 关闭掉 或者有什么Fans设备 这样的很多的东西 把它关闭掉 保证的不会脑裂 一般用第三方的 这样这么去解决的 写个脚本也可以 对 写个脚本 写个脚本 写个脚本怎么实现 如果两个服务都在 对 你的写个脚本 如果你这个 就脚本跑到这些机器 又能访问Must 又能访问Baddao护 那当然能实现了 但是如果你说 这个 就这个情况实在太少了 你说 你脚本 比如说你刚好 Must和Baddao护断了 然后脚本刚好也断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 手动去 打电话给机房 帮我把那些机器 电源按一下 拔下来 电源拔下来 就解决了 是这样的 或者说你到交换机的端口上去 把那个端口去 把那个端口去把它撕下降掉 把它关闭掉 也是可以解决的 一般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 一般我们一个交换机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 比较少 好 这个设计的实现 你自己去看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有一点什么呢 知道这个 就IPVS 就是它去管理 LVS的话 它是不是通过什么 IPVS admin管理 它是你在这里面 这里有一个.c的 你可以看一看 它通过这个来去 做LVS相关的管理的 LVS相关的管理 好 我把这个虚拟机来打开 我要在这两个虚拟机 都去装这个HAProxy 对吧 然后在这个HAProxy里面去做 好 我把56.12也打开 Yang install 港外HAProxy 好 然后呢 我把这个直接配置ICB过去 ETC HAProxy HAProxy的conf 192.168.56.12 ETC HAProxy 走 好 复制过去了 好 我再保证这个机器的这个 80没有被占用 好 先不用管 现在不用起 我还没有VIP呢 对吧 对 我没有VIP呢 我先把VIP搞起来 对吧 好 我来把这个Publev的装上 Dunload 最新版本1.2.1.2.24 对吧 好 cd.usrlocal srcwge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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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往那边拷贝一份,191.168.56.12,USR LOCALSRC,如果有SOC就方便了,写完,我们之前其实写过,我这个还真有。 好,我那个Sort的那个什么呢?好,然后HT Plus怎么安装呢?你可以直接,大家可以直接看我们之前学Sort的时候,已经学会了,对吧?学Sort的时候,我们Sort的这个配置怎么写的?我们就知道它怎么装的了,其实我也不会。 很多年前写完之后就再也不用学,它怎么装的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吧。 啊,USR LOCALSRC,WITME嘛,对吧?怎么装的?WITME,有WITME吗?有。 WITME没有,install有,好,说怎么装。 出发,Dirgun,convick然后可以指定路径,然后make,明ginstall。 还有别的吗 好 那就很简单了 第二杠 CMFIG URE 杠杠 EFX 等于USR Local KP Lab 杠1.2.24 对吧 走 所以说学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 有没有文档 都还好 对吧 你只要学会 怎么来找 我怀疑我这有没有GCC 有 有 然后呢 Make 安安的 Make Install 当然其实 如果你不想管理LOS 你可以把LOS模拢去掉 但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去掉 这玩意又提高不了什么性能 关键是这玩意又不需要性能 对吧 我切换个VIP 我消耗什么CPU啊 好 装完了 我再做一个软链接 是吧 LN-S USR Local KPLAB的 USR Local KPLAB的 对吧 好 我这边也来一个 好 完成了 对吧 好 完成了 下面就是脚本了 对吧 脚本在圆满包里面有一套 管理脚本 不对 在USR Local SRC里面 KPLAB的 对吧 这里面有脚本 在ETC目录下 没有 不是 在装完之后 在这 在ETC目录下 有一个RC的D 然后里面有个INIT的D 就是装完之后 里面有个KPLAB的 好 CP KPLAB的 ETC INIT的D目录下 CHMD 加X ETC INIT的D 对吧 然后呢 回来 他还有一个SysConfig 你要把这个SysConfig 我念CP KPLAB的 到ETC SysConfig 目录下 哎 有了 好 看一下 CysConfig KPLAB的 好 有了 是吧 好 我把这个脚本 ICP的另外一个节点 190.168.56.11 ETC INIT的D 走 63 63 然后在这 加支援权限 对吧 CHMD 加X ETC INIT的D KPLAB的 好了 安装 就此完事 然后就是 先配置文件了 好 配置文件应该写哪 不知道 看脚本 YM ETC INIT的D KPLAB的 看看脚本就知道 应该写哪了 他去哪找 那么就写哪呗 对不对 ETC KPLAB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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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认在这 是吧 那我们就在这 MKDL ETC KP 文件有 这个是不是以前装过 这个不是现在的 但有就有了 好吧 这个不是现在 正常你要写一个的 好 这个某本文件 你说 哇 这是好长 好 不用关系 来 继续 全为指南 用案例 看到没有 使用KPLAB做HA 然后呢 人家刚好就使用了 HAPROCY做的案例 看到没有 是这样的一个案例 好 这个案例刚好我也有 我们讲SourceStack的时候 就刚好有这个案例 Source 讲过HAPROCY 加KPLAB的 对吧 POD 然后Clust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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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KPLAB的配置文件 好 现在你们开那个配置文件 就可以了 看这 来 照着光光文档 配置配置配置 完它有解释 解释应该是在 这 它有详细的一个解释 配置详解 全局配置 他说了 第一个是全局定义 比如说定义什么通知的邮件呀 通知谁呀 SMTP呀 对不对 然后他有一个 Root ID Root ID是运行 KPLAB机器的一个标识 Root ID 来看 看我们这里 怎么写的 这个Root ID 这个Root ID 是不是机器 每个机器不一样啊 对吧 每个机器不一样 Root ID 我这是个金箱宝板啊 好 继续往下 下面就可以配一个VIP的实例 配一个VIP的实例 这个下面你自己自己来详细来看啊 配置VIP实例 他这有好多概念 在这 VIP实例的配置 他们实例里边有第一个状态 一个状态 就是说 你这个状态是Must还是KPF 对吧 就两台都起动来之后 他马上就会进行竞选 这个 你这个 这个Root ID 高的就Must 低的就是Slave 好 所以说这个并不代表真实的Must Slave 好 看我们这里怎么配的 状态 我是在金箱宝板里面去指定的 这个等下就是Must 对吧 然后Interface 哪个端口 然后虚拟路由ID 这个很重要啊 虚拟路由ID 看 这个虚拟路由ID是什么 VR ID表示 VR ID表示是干嘛呢 这个虚拟路由ID 如果你们的系统就一套KPFLAB的注冲 没有问题 如果有多套 这个ID可千万不能一样 懂我的意思吗 这样就乱了 这样它就乱了 怎么就阻乱了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 然后再往下 这个呢 优先级 优先级 优先级高的为Must 少的就是BikeUp 而且Must至少高于BikeUp50 所以说你就Must呢 你搞个150 BikeUp你搞个100 搞个什么呢 高于50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这个最重要的 VIP 你要指定一个VIP 就是说当切换到Must的时候 这些VIP 这些IP就会被添加 切换到Must BikeUp时 这些IP就会被删除 好 看这 我加了一个VIP 1911856.20 然后呢 验证了密码 就他们这个之前通信 你可以使用一个密码 这样密码机制 就是支持这种最简单的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验证 就这个 RBS另外的配置 所以说这个配置很简单 我先写出来啊 写出来之后 大家再看 我这玩意全删了 我这个56.11我要当Must 好吧 然后rootID rootID 人家要让怎么写来着 随便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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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就只要不重复就行 你这台主机 你要说你可以写 这台主机的名称 对吧 好 那我就写这台主机的名称 inx-note1 好 邮件我随便写 反正我也不发 对吧 好 然后呢 设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名 你看我起叫haproxy 当然你可以使用这种区分一下 然后这个状态 这个应该写什么呢 Must 注意是大写啊 接口我就ete10 然后漏月ID我随便写了一个 注意如果你有多套这个不能一样 对吧 好 这个优先级 优先级 我这写一个150 全中 150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验证这一块弄一个 好看一点 对吧 VIP 56.20 刚就有人说 那我想监听多个 你写多个吗 12345678 2122232425262728 这每一个VIP你都可以在haproxy的哪里来配置 那个前端绑定的那个地址 对吧 前端绑定的那个地址 你就可以写任何一个 前端绑定的地址 好 写完了 拷贝过去 对吧 ICP kipelab的 到192.168 56.12里边的ETC kipelab的 163 163 好 注意要改啊 要改啊 好 拷贝过来之后 我改一下 首先这个节点 这是node2 对吧 对 这个ID要一样啊 然后这个状态 backup 全中 100 全中 100 100 没有了 好 其他的都必须一样 必须一样 好 现在我启动 我先启动一个 你看一下 IP ADI IRA 我知道了 我这个分口不是170 对 应该是叫那个Brain 对 我这个不是170 我改一下啊 这个只是我这里不是啊 因为我这个是最早是个open stack的机器 我靠 我这个网络很复杂呀 挺好 好 今天我把56.12的这个起来了 现在MP都已经监听了 对吧 因为我这个目前是抢占模式 什么叫抢占模式 就是我 我主 现在主的是 主我没起挂着的状态 对吧 那么我这 如果我把主起来 这个VIP会再飘过来了 好 我先把主起来 TCRNT的B 走 等一下 我这台机器负载比较高 跑到服务比较多 因为这台机器 跑着open stack 对吧 这个负载肯定很高 好 飘过来了 对吧 其实很快的 但是因为刚才比较慢 你看不出来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抢占模式 什么意思呢 抢占模式的好处 先说好处 就是说 你有两台机器 有一台就要做master 配置比较正常 另外还做backup 配置一般 就是说 临时故障的时候切一下 那么master好 让它回去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抢占模式就好 抢占模式的缺点是什么呢 要发生两次切换 对吧 故障的时候切一次 恢复的时候又切了一次 然后keymail的支持非抢占模式 非抢占模式 非抢占模式的话 都是backup 都是backup 对 你说对了 非抢占模式 都是backup 然后呢 你过账的时候 恢复的时候 就不会再切过去了 不抢占 看着啊 master trend问题 backup会竞选 对吧 当master恢复 就默认情况下 是直接就又回去了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就发生了两次抢占 一个是master到backup 一个是backup到master 你这样的话 对业务来说 是可能是不太好的 对不对 所以说就提供了 不抢占的配置 不抢占怎么配置啊 第一个 它有一个参数 第二个 你需要 因为这个配置 只能用在状态 为backup的机械上 这样的话 你两台机器的配置 都应该是backup 好 你看着怎么配的啊 backup 不设置这个 这 我翻得太快了 是吧 master的配置 这 对吧 我刚翻得太快了 注意在这个实力里面 来设置这个 不抢占 这个实力在哪呢 看我们的配置文件啊 因为它这个是LVS的案例嘛 你们都学过了 那么对于HPOS就在这 你要在这个 包括我里面去写 写在这 懂我的意思吗 不用 我现在就写一个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模拟一下 不抢占模式 backup 然后 它说的是 在哪要设置这个 在 150这个 这个比较高的这个 对吧 就你原本是master的这个设置 好 等下呢 再往下 没有 你backup的 是 是完全是一样的 对吧 完全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好 那我重启一下啊 重启一下 iP过来了 对不对 你给我重启了吗 他 backup 反显master的挂了 好 这个 我重启完起来之后 他也没回来 对吧 现在就是什么 不抢占 不抢 现在就是 他就会到master上 对 只是不主动去 对 只是不主动去抢占啊 不是说他就 他就 不工作了 就是 你把样子停掉 他就过去了 只是说他 不在那个什么了 主动的去夺取了 又回来了 对吧 然后你再把 起来 肯定不会回去呀 肯定不会回去呀 因为这个权重最大呀 我是150 这是100呀 这个不抢占模式 对不对 对 他不主动抢占 意思就是这个 好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master是给这个blog发包 对不对 我现在这个是master的 对吧 给这个发包 我们来 我们来 在哪 分析 我们在这儿分析一下 TCP dump TCP dump 没有 没有装一个 yam install yam install 港外 TCP dump 我们来装二包看一看 是不是往那发的 还记得他们祖宝地址是多少吗 在最上面的 对吧 我来看一下 24.0.0.0.18 24.0.0.18 24.0.0.18 也就是说我只要去tcdump 去获取这个IP 目标是这个IP就可以了 就能获取到所有包 然后你设置了多个VIP 对吧 然后HPLC 我们等一下再改 我现在只是说 也就是说 你看他们两个 其实是 还没有完全去关联 对吧 就一个就管理IP 然后你可以去设置 好 我们来见过一下 tcdump 然后-n -n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怎么办 慢 慢 tcp dump 那么他会把 tcdump的用法 都给你写出来 有任何的疑问 你就要知道 马上你的第一反应 就是干这个 -n 什么意思 不解析 就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命令 -n都是不解析 net std也是 对吧 好 tcdump -n 然后呢 IP dst 224.0.0.18 你可以看到 首先 56.11发出去了 发到这 对吧 然后VIP的协议版本是 V2 然后呢 VIRD是36 注意啊 这个VIRD 一个局域网内 只能有一个 就不能重 不能重复 就这组 这个56.11 56.11 这组 KBLAB的你是36 对吧 你下一组 可就不能用36了 记住啊 那他就乱了 对吧 然后你这个 你的那个 全种150 验证方式 最简单验证 拥有了个密码 时间间隔一秒 每秒给他发一个包 每秒给他发一个包 每秒发5 每秒 这就是56.11发的 然后56.11 这这这解膜啊 就是在这 你看这有没有啊 这这没有 行我就不收集了 你可以自己下去试一试啊 他就跟这听听 他就听啊 他啥也不干 他就听 我只会发现你 你不给我发了 我就认为 你故障 故障了 然后就马上说 来 把这个VIP 给我吧 对 邀的是听的状态 是原地址 啊 什么 邀的是听 邀要是发 这是他的一个 一个区别 所以面试的时候 有的刁钻呢 就喜欢问这些 你这个 Pepalab的会是吧 会 那个 Master 你知道 知道 抢战不抢战 知道啥意思吗 知道 好 那个 那这个 他们两个做竞选 是谁给谁发包 是互相发 Hello呢 还是 Master和Bekhaf发 一般看家务图 都会说互相发 因为你们看 画家务图 起码都是一个 那个箭头 是一个双向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意思 然后写了个心跳 Pepalab的 你要是 你不知道 你这么去理解 你可能理解 就是说 这个啊 这是互相发 其实 其实不是的 好 然后 你这个 HAPalaxy 你监听的IP 你要监听VIP吗 我好多VIP 比如说我有O1 我随便改一个O1 对 这两行加一个参数 这个CNOW7 没有保守 CNOW6 就是监听非本地IP地址 内核参数需要改 PoCNOW7 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 啊 这个 叫做IP NOLOCAL 那是LS 你要把这个改成1 什么意思呢 就默认的情况下 它是不允许你监听非本地NP的 要不然它会报错的 它会提示 它会提示的 为什么呢 你要可以监听非本地NP 那么就乱了 为什么这名报错 因为就在它上面 你看啊 我现在我这边我要改个HPLC 我现在HPLC 那我虽然是被 我总得起来吧 对不对 我也监听了这种 好 我现在把HPLC起来 我重启 是不是讲那个什么的时候改过了 已经 我改过吗 讲那个Salt的时候 TepoLav加那个LVS TepoLav加那个那个时候 没改过 我知道没 为什么没报错 因为它压根就没起来 没起来 好 我改一下 然后再起起一下 起来了吧 是没报错 没让你瞅见 因为它压根就起不来 就是因为你没有改这个参数 为啥呢 你明明没有56.21 你非要接听56.21 按说 按正常情况下 我是不会允许的 对不对 这不就乱了吗 对不对 那也有 56.21在那个机器上呢 你明明没有 你还要接听这个端口 对吧 所以说默认是不允许的 需要你受完之后才可以的 好 这就是这样的话 这个KVLav和HPoLav关联 就是VIP KVLav管理VIP 好 然后呢 还要去加什么呢 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 时间关系咱就不详细讲了 就是说 那我这个KVLav要去检查 这个HPoLav的状态 对不对 如果这个HPoLav挂了 比如说我就把自己给停了 或者它挂了 我就有切 对不对 或者我改自己优先级 把自己改低 好 我来看这啊 这个健康检查是写在哪 这个健康检查有很多种方式 这个权威 权威手册写的非常的详细 我看一下啊 健康检查 好 这个健康检查在这啊 就是在那个 基本上属于这个第二章 这是第一章吧 这 十二页开始 然后健康检查 这个 你可以指定协议 这个 看这 你可以指定是ATB的 还是各种不同的健康检查的方式 对吧 你看如果ATB的 你能检查这个UIL 然后呢 这个 往下TCP的 这么样的费事 还有SMP的 一般我们最常用的这个 脚本 脚本 然后呢 它怎么用呢 你看啊 看这 就是说你这个脚本返回零 它就认为是OK 返回一 它就认为是失败 然后它又把权重收为零 如果权重收为零 白卡普 就马上抢占了 所以一般我们就是 KBLAB的加NGS 或者KBLAB加HPROC 我们一般使用这种 这种检查方式 我们写一个脚本 去检测 检测这个 你这个本地的NGS 或者HPROC 是否活着 如果活着 你可返回一个零 如果不活着 你返回一个一 就这个脚本可以返回零 活着一 然后 然后 写完之后 指定路径给它 这个脚本上超时时间 你可以设置一个 然后就 好了 注意啊 是根据这个 退出的状态码 来调整这个权重的 退出的状态码 就是说你写条本是 Return 0 Return 1 你不要给我写个Echo 0 写个Echo 0 不是这个意思 你也说了 是根据这个状态码 你给我Return 0 Return 1 这样的方式 当然你脚本正常真心 就是Return 0 对吧 好 大概 这个脚本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 一般我们都这么讲 你们当时讲NGS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吗 也是一样的 对吧 好 所以这个 Keeper Level的话 其实 你们当时学过 NGS加Keeper Level 然后 那么你现在又学到 HBuddy加Keeper Level的 所以说我建议 你把这个文档 通读一遍 然后不理解的 你可以在群里问我 或者下次我讲课 你可以问我 我建议 真的 这个是作业 不能是 不能建议 不能对你们这么客气 作业 必须 下周咱们来讲新的内容 你把这个Keeper Level 带我读一遍 下周你记者告诉我 我要提问 我怕我忘 我要提问 我就问你这个Keeper Level的 我随便问一个东西 什么是Wast Dog 什么是Wast Dog Wast Dog Wast Dog这个东西 在很多地方都有 就开门狗嘛 就我们最早 我那个单片机的时候 那个单片机上就有个开门狗 在某种情况下 这个开门狗会做一些 触发的一些操作 做一些监控 开门狗 这个 所以这样的东西 作业啊 每个人把这个全微指南 寸动到位看一遍 因为你要搞一个NGS全微指南 还真没有 你想搞一个HAProcess全微指南 还真没有 既然有一个中文版的 你就好好的把它仔细看一遍 而且Keeper Level 其实它的更新各方面 其实是没有那么的频繁的 所以这个指南 这个指南好多年了 也不会老 你看这个哪一年翻译的 09年翻译了 对吧 09年翻译了 也不会老 好 你看咱们今天的内容 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上午就讲机群 对吧 讲 给大家介绍机群的不同种方式 然后没有 对着ILVS又讲了一遍 它那个NATDR模式 它那个包的一个改变 对吧 然后我们讲四层负带均衡 和七层负带均衡 对吧 全是理论性的东西 看到没有 全是理论的 就是你要区分明白 什么叫四层负带气氛 它们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再然后呢 咱们讲HPROC HPROC 相对来说 其实比较简单 这个详细的配置 我觉得你下一个可以再看一看 最主要是我们讲这个 插头的for这个 怎么会有支持IP 这个一定要搞明白 真的 我 我也是最近搞明白的 说实话 工作了八年来 最近搞明白了 因为以前我就知道嘛 就是我我直接取 我就能取到嘛 然后我们生产就遇到过一次 取了就不对 就一个 取了就相当于一个9999这样 违法的 别人伪造的 当时我们就去研究嘛 哎 为什么能取到这样子 然后就发现 这个 所以说我们的反作弊系统又升级了 又升级了 只要你插for的放 是多个的 说明什么 你使用了代理 只要你使用代理 我就把你干掉 因为你想嘛 你我们做广告的 你下广告 下广告还使用代理 你打死我吧 我不信 一定是这些非法的用途 对吧 而且下广告一般的手机端嘛 我们就只做移动互联网的广告 我跟你说实话 你在手机上做一个正常代理 没有的技术一般都做不了 就咱们做这些高级运营人员 有几个你在手机上我做个正常代理 我试试 手机专门搞到正常代理 手机连过去 对不对 你还真不一定会 我说实话 你对手机连的不六的话 所以说我们反作弊系统 只要遇到这样的 就毫不留情干掉 下广告让我们赚钱嘛 一般我们都是激励性的广告 就是你下广告我给你钱 然后广告就给我们钱 一般用激励性的嘛 你像这种索评的业务 当然我有那种索评吧 你下广告又送你钱 就类似这样的嘛 包括 其实就是这种很简单 包括你 我有很多的 你看小 还有就是广告有很多种 比如你看小说 看下面看着看着 有一个服装出来了 你点 展示也是收费了 你点下载也收费的 要不你说这种 做APP的人家怎么赚钱呀 你不能光想用免费的 不要让人家赚钱嘛 人家总在吃喝吧 我们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赚钱的平台 我们做那个广告 DNP嘛 做这样的系统的 就是这样 好 咱们这个作业不要忘了 然后咱们下周的话将缓存 缓存的话 缓存也很枯燥 纯理论 当然我们有一些案例 会让大家去操作 从流量器缓存开始讲 一直讲到最后 Redis到时候我们多说一点 然后我提前把这个 我们要做集训的文档 发群力 因为你现场做不现实 那个不写的 现在很慢 你提前做好就可以了 我照着我的文档去做 然后咱们讲的时候 就把这个操作 就我们就不讲 去提一下 主要是讲整个的一个 缓存的一个体系 是这样的 感谢观看